詐騙集團金主坐在臥室床上 看著警方陸續搜出現金與名表 其中價值最有份量的就是這一支 大約五百萬元的AP表 因為涉及跨國詐騙在臺灣 載在警方手裡 形式舉偵辦這起跨國詐騙案 地球另一端的事發地 就在歐洲的西班牙 西班牙警方攻堅詐騙機房 回溯這起案件從二零一六年開始 臺灣的黃姓祖賢組成跨國詐騙集團 分別在菲律賓阿拉伯 與日本設立機房據點 其中日本據點轉往西班牙馬德里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西班牙警方搜索十三處機房 逮捕兩百八十一名臺灣人 在二零一九年送往中國審判 從西班牙脫逃的流姓嫌犯 一度被國際刑警發布紅色通緝 在波瀾落網後 官司打到歐洲人權法庭 獲得裁定免送中 最後在今年初引渡返臺 當年的嫌犯都在臺灣的 詐騙訓練中心 完成之前訓練後 才動身前往國外 案件歷經八年多名檢察官 接力調查持續至今 仍舊不放棄 罪棄不法 三零新聞 我章軍摩佈 臺州採訪不到